老师好 那今天练团的进度 练的感觉怎么样 心脏都快停了 我觉得太紧张了 我演唱会办了这么多场以来 我这次是最紧张的一次 为什么会 我觉得可能是打掉重练吧 因为在陈正川老师的指导之下 还有他的规划之下 让我有意想不到的很多的点 让我很难去突破 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不是我惯性的作为 我以前不习惯那样做 但是现在陈正川老师 希望我就是朝着 打掉重练的方式 然后去朝向新的一个詹雅文 所以我是非常紧张的 那老师在这次的演唱会 服装有没有特别有精心准备 有没有给大家一些精心 这次的服装非常的难制作 然后让服装设计师很蛮头痛的 然后他已经跑了国外好几趟 然后就为了要找到我们制作的很好的方向 譬如说这个地方要皱褶 但这个皱褶是平常车不出来的皱褶 所以他们要想尽办法去制造那些 那些非常立体感的什么东西 非常有立体有画面的 不单单只是单单一件衣服 而是很有画面的一个意象 那个意象是有画面出来的 就像说你看得见味道一样 所以这个意象是让你看得见一幅画 或者是说一出电影 所以我们整个演唱会等同是 串起了一出短片小短片的电影 了解 那演唱会听说好像可能 之前有提到可能会有遇到 那这部分老师的准备状况 还是心境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好想跳 我真的好想跳 拜托给我机会跳 但是我觉得老师他们都很担心我 那当然我也必须要衡量 让自己在不跌倒的情况之下 让自己的平衡能够掌控的好一点的 安全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能够完成 我想完成的那个 很梦想的詹雅文 舞蹈的詹雅文 我希望是这样子 那电团的过程中 老师有没有几首歌是 不小心眼睛流汗的歌曲 就是会压抑不住情绪 然后会想到一些事情 对 就 他归类在我某个区段是非常 应该说比较属于亲情类吧 比较属于亲情类的 眼睛就会流汗了 然后这个流汗呢 又觉得不想让汗流下来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詹雅文一直让大家感觉 是很爱哭的一个歌手 我承认我很爱哭 我很容易感动 我很感性 但是我这次 不希望是这样展现 詹雅文这个歌手 就像我刚刚讲的 老师希望我打掉重练 我希望我换另外一个 很正向的角度 很温暖的角度 很感动的角度 去看待亲情这件事情 去看待生命 去看待所有的这些 这些感动人心的事物 这个连结出来的 不要只是眼睛流汗 而是让大家内心会 显露啊显露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 谢谢老师 那我最后可以想请老师说 就是因为冬天要到 然后想说 老师可能可不可以用 一些叫鼓励人的话 因为可能现在有人 比较低潮啊 然后就是来鼓励他们 就是用春分的概念 或是自己生命的故事 去几句鼓励的话 我们可以对着镜头讲 人生一路 艰苦一路 终对都关关难过 关关过 人生已经走到这里 又在怕什么 都已经到这个境界了 冬天会过去的 春天来了 当春天来的时候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还心留在冬天 那个寒冷 那个悲观 那个阴暗的角落 那你赶快出来 看春分的演唱会 不然的话 请你看看 你内心的 还有一小块存在的 春天的那个氛围 一定要找到希望 裂眶的春分 大地回春的感觉 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奇迹 就在你的眼前 大家一定要加油 努力 不要放弃 问题 酷 不, 大地回春 不, 未来 不, 不, 我们 不, 不,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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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過來也是你 原過期也是你 你哪裡買的 美傷也是原冠軍 身體無心過期 身體無心傷病 你曾有一路 跟看你一天過期 感恩也過一日 元湯也過一日 我放棄的一個人生 真正受你 有路依然不見 想打著也行 從本年來心中 吹一半生愛的 風來想不開 故意來想不開 世間真相不孤是一齣心 原過來也是你 原過期也是你 ent都如不ens意 Denn quina確實 Ukraine 也過程 二十幾歲 拥舞 二十幾歲 二十一歲 請二十一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